好 我们接着 这个底相 这里面有这些功德 这个观七十天 众生体 逐步从这里 除了相表法之后 也要看到这个相所代表的法义 也就是说 所有从相都会带入到法 这是我们在讲这个观 这个功德本身的 它的核心的应用原理是在这里 如果公子讲相有多殊胜 他只能成就少分的色性功能 刚开始是 因为我们有一个原理 你跟我讲一个非常好 但我不相信的意义不到 你跟我讲非常好 但我可以得的很有意义 那这里面 所以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说 而且这个得法在哪里 这个功德很殊胜 你可以得 怎么得 怎么得 所以在眼前你当中 眼前当中你怎么修朗 让你感应这么多你所好要的功德 所以很多人竟然想说 你不要跟我讲功德我不求 我也赞叹你不求功德这一分心 但你真不求嘛 你那个半吊子的 你说不求又求求又不求 你会那么多东西 淋浴乎乎的 还是有寿静相啊 这个他还是 虽然佛所正就近的是无所得 但以这个无所得才显现一切妙功德 如果你完全无所 你一开始就讲无所求的话 你的修行是没立刻进步的喔 所以你看 你无求不用讲的人 非常大方啊 或者的话 活难道不懂的这些 他既然跟你讲无所求 且又跟你讲 每次到流通婚的时候 跟你讲功德很大 你以为 活统一名讲完 他还要起这个 跟众生起贪欲的心吗 他知道你应该要有善法欲啊 没善法欲 你不会清净的啊 所以求 但要清净的求 还有求是没有弄清楚 好我们看啊 这个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 十七 就是五十四页里面 有十七种 庄严功德力不可思议啊 那租金统颜有五种不可思议 一则众生多少不可思议 二则业力不可思议 三则农力不可思议 四则常定力不可思议 五则佛法力不可思议 四则佛法力不可思议 始终佛土不可思议 有二种力 一则业力 为法藏菩萨出世善根大愿业力所成 二则正觉阿弥陀 阿弥陀法王善助持力所成 好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力在这里面 那这样的一个佛土不可思议啊 其实佛土不可思议的原理在哪里 就看到我们众生业力不可思议 然后心不可思议 这里面你就看到所有不可思议 其实核心都不离开那个心不可思议 他有就像那个大圣奇心人讲 一心开二门 此心可以开为扭转门 也可以开成还灭门 真如门 都是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源头是 众生如何颠倒 反过来 当这个造业的力啊 转为清净的时候 他的圣身功德力也是不可思议 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啊 这个业力啊 从法藏菩萨出世善根大愿业所成啊 这个里面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就讲我们现在的生命啊 什么讲你都很难看它是空 不可思议啊 明明假的就明明有 而且不但明明有 还是明明照页的明明流转 你不会停止 不但是明明没有的时候 变成明明有 明明有还你明明有 对我明明有 你看这个世界 我们沟通来沟通去 还造成这个世间种种差别像 不可思议啊 这些像不可思议啊 好 再过来是 一个是 是因立法藏菩萨出世善根的大愿业所存在过的 正解阿弥陀法王善助慈丽所设 此不可思议 此不可思议如下十七种 一一相皆不可思议 都很难尽 我们只能知其大药 都无法善解释 这个不是说 这个不是说 我们经常就讲说 这个不可思议 你讲不可思议 有的是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有时候你会发觉 连你啊 不要说你的智慧多高 你都已经知道说 连你要表达一个东西 你能发觉说 语言难以表达的 就在你这种浅小的这个智慧里面 你会发觉就是说 语言道实在无能为力 这个法里面很难用一句话几句话 乃是你用很多话 你都无法表达真正你内心的想法 以你这种浅小智慧 都能感受到 那个无法去描述的那种像 那何况活的真实功德 我们根本不可思议 你知道这两者 一个是不知道 只是用完全诉求于 素之意说不可思议 和你有几分之道 以后诉求于不可思议其实一个是 一个是不可思议是空空的 一个是不可思议是产生无比的 怎么样 敬仰之行 因为你真的能知道说 光我能思议的功德 就如此广大 不能说尽 何况以这个真实智慧所产生的 广大功德 非我这个小智慧可以比例的 这时候你会产生真实的 那一份信心 那些皈依的信会产生出来 那些皈依的信会产生出来 智文当世走到那的时候我们在谈 如比模拟如意宝信相似相对者 这个文里面有这句话 是什么样意思呢 借比模拟如意宝信 是安乐净土不可思议信也 就是说我借 模拟如意宝信 是比喻的喔 那这功德都胜过模拟宝珠的 诸佛入念环时 以方愿力 留脆身色力以伏众生 众生不尽 此色力变为模拟 众生福尽喔 此色力变为模拟如意宝珠 所以要是福在的话还有色力 福不在就是模拟宝珠 在不尽的时候 连模拟宝珠也不见 所以我们讲说 诶这个怎么有人讲说这个 菩萨大圣法 没留下来啊 历史资料没有啊 所以大圣的结起是假的啊 就像这个啊 你看不到了啊 你看不到 你应该忏悔你的业障 你怎么会说那个法 众生末法众生浮淺 所以真正清静的大圣法 你也很难去接触到 像我们现在处处都是斗争 很难看到菩萨大空放 隐身你的菩萨型的依乐心 这是你的业障啊 井底之蛙 看不到遗管溃天 你看不到广大世界 然后就说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这个吧 然后就用很简单的 这历史的资料文件的考证 说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不但自己愚痴障碍自己也障碍忠诚 好这里面 看一看 此珠多在大海中 大龙王以为首逝 若转而圣王出世 以慈悲方便能得此珠 以炎湖铁做大饶益 若须衣服饮食灯明月举 谁亦所欲 谁亦所欲 种种物食 皇便劫灾 至诸于长甘头发育炎 若我时事转轮王者 愿宝珠予如此之物 若便一礼若十礼若百礼 若我心愿而时即便于虚空中 与种种物皆称所需 满足天下一切人愿 以此保姓利固 彼安乐活土亦如此 用这个来比喻 那我们讲说这个有没有可能 大的你想不到 小的有可能 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一个 非常有富贵力的 像跟他祈求 他碰到这个大富贵力上 好啊那每个人花你们五块钱 你看都有了 那一百个他能力堪 一千个能力堪 一万个他能力堪 五块钱嘛 那有个能力啊 因为他的我们祈求他 他福德力够 加上这些人也同共有这个福德 就感应这些福德的降临 讲诸你会相信 讲人你就相信 其实这里面还是跟福德感应力有关 像我们亚空求 我们来讲说在佛法里面很多 就是我愿意祈求 就像摄大师那不是讲吗 我这一条河开放给众生引用 但福报前业障众的人喝不了 假如这一期众生极为障众 就算菩萨发愿降这个法物保物的余 他们也不堪所用 所以说哎呀这个菩萨 这个功德立场 不是赤底业障众 障碍这个无力可为啊 障碍众让他没办法弄出来 所以这里面有些东西 我们要讲说哎呀没有感应 没有感应 从不想说这里面其实是相应的 我们如果也了解佛法 这些的感应 其实本质跟你自己的烦恼是有关的 跟你的福报跟你造的业是有关的 结果不问自己就要求一万 所以有时候就是啊 临门一脚 有众多因缘有这种福分 这个福分里面 我以种种善巧隐身于一词福德因缘 生种种福德因缘 以此因缘感应这些福报 他也不是宿命论 但他总是必须要有因有缘才会有果 也是这样 好 那以安乐性种种成就故 就是活土是这样的 相似相对者 比保诸力求衣食者能与衣食等物 称求者义啊 亏是不求 就是说你有所求我有所应 上要有所作为啦 像必须要求对方看因缘才成熟你 亏是不求 以活土者不然 性满足成就物本质就具足满愿的因缘 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本上有在很多地方有看到 你为什么 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诸事难成 为什么诸事难成 因为你在成就善法里面经常让那个圆缺 是你缘缺就得不到这个圆满果 我们要讲说你处处让善法因缘不去除 你当然未来所得善法果报也处处不去除 因为你所成就的善就是未来善法果报的重要条件 你去除他障碍他当然你处处不圆满 所以经常布施饮食令众生得以生命力气的人 未来身体健康 如是因如是果的 他的因缘是相对的 所以我马上讲说这个果报是什么 为什么成这个愿能到极六师净土里面 能一直都满这个愿 第一个 迷惑的愿力成就这个因缘 再过来 你所修清净的敬业也感应跟这个相合 就要像不是一个单一因缘 我想帮助你也要你有因缘让我帮助你 那我想帮助你你不愿意 或是你想求我我不愿意都不清楚 就算你愿意我不愿意 你愿意我愿意 但他通过在一块也没路程 所以还是要送愿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你自己的因缘 这里面其实背后还有很多业感的问题 但我们要知道说他会满足一切愿 那其次跟你经常能怎么样 成就诸善法 你满一切愿善愿善果 你注意一下在很多地方 随缘成就别人的善愿善罚 这中间有很多差别 但基本上原理是这样 成就自他善愿善罚者 应该一切容易遂愿 所求皆容易隐瞒 所以不要忌妒啊不要障碍啊 这些东西对你都没什么好处 随缘成就随缘成就 我就讲说后头还要讲种种宝物 其实种种宝物就是你随眼在身口里 随眼所作诸多善 这些善都会装严 所以有的人修一善 有的人是一善里面隐藏重善 所以他一个人布施当中 我们常讲一个人是光布施 原来是布施当隐藏了慈戒的念头 修订的念头 慈悲的念头 忍力的念头 以成就这个布施 他成就的布施功德 是胜过你单一行布施认功德 那一个果报的坚固性 是你不合理你的 那个果报的亲近性就像 你布施到布施夹杂忍入 你所得的布施福德会相对更加庄严 为什么忍入功德在里头 忍入功德在里头 是不是 好 你看啊 这个我们之前讲说八八水菜的时候 有人家佛教徒划着船 拿东西给人家 对方讲说他都已经淹到二楼了 你要划船去拿给他 他说我不吃这一排的 我说很厉害吧 他还能挑那一排的 他把我们这艘船当7-11 好 但你看喔 你不要怪他 假如这个划着船辛辛苦苦的人 去布施的人 听到他这一句话 还能吞得下来 还能欢喜布施 你就要感恩那一个人讲那些话 为什么 你的布施加了忍入 所以你未来果报会是吹长庄严 你布施里面的孤德 会感应另外一个庄严的那样在里头 好 你会 你布施水果 你会水果很多 但有的水果稍微酸酸的 你这个水果会是 很大 像富士山的苹果那一种 我觉得很开玩笑的 我不知道富士山一定是什么 好 不过就是他的苹果会 长得漂亮又甜又美 因为加上忍入 所以你可以让你很苦恼 但你只要吞得下 你应该就要感谢他 因为 因此 因缘成就你另外一个善法 功德的成就 所以一法你要看啊 哎呀 淡淡不度 可惜啊 其实这一个人 那个菩萨说不定就是 我不是讲吗 我看你这个菩萨 堪忍 所以当你眼前 把你的东西丢掉 你还能忍耐 也就结果还修下去 你就要感谢那一个菩萨 虐待你 他这么一年代 本来就有富士加个忍入 所以他说 难得啊 这个人有富士 但这样让他空所而为不行 加个忍入 所以他会感谢你 他会把你眼前拿到丢掉 这时候你还能忍入下来 你一年来他也欢喜 哎呀 还好我没有虐待的太过分 他已经攀认 终于把宝翁带回家了 是不是 那你怎么看呢 所以很多事情啊 明明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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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成是福 明明是福 看成是福 对 比佛福则不然信满足成就福 最强的是他的本职 为什么 因为他的因地所修的因感应 这种随意成就的这一份果报 无所法少 骗取比性为欲 就是说用这个 取这个模拟宝珠的一部分欲 也就是 就是模拟宝珠只能部分相似 那我就取这个欲来做比喻 取这个模拟宝珠来比喻 所以叫骗取而已 因为他其实差太远了 故言相似相对 又比宝 但能与众生一时等愿 不能与众生无上道愿 所以他们完全相似 又比宝 但能与众生一声愿 不能与众生无量深愿 就是就都是有限 而且还不是能偷达无量 而且不能偷达彻底亲近 为什么 他还有更深的愿 就是像比如说抱怨这一份 真正拔苦的这种 他不能满足 有如是等无量差别 故言相似 这叫言言相似 我们再开始看 观察彼国国独庄严功的成就者 有十七种因之 何等十七种 一则庄严亲近功的成就 二则庄严量功的成就 三则庄严性功的成就 四则庄严形象功的成就 五则庄严种种士功的成就 六则庄严妙色功的成就 七则庄严处功的成就 八则庄严三种功的成就 九则庄严羽功的成就 十则庄严光明功的成就 十一则庄严妙生功的成就 十二则庄严主功的成就 十三则庄严眷属功的成就 十四则庄严受用功的成就 十五则庄严无诸难功的成就 十六则庄严大义门功的成就 十七则庄严一切所求满足功的成就 那所谓从十七种里面 我们有的人能意念清楚 有的人能意念安无 有的人从这个十七种功德衍生无量功德 为什么 心细而且自己有善法意在里面 所以这个能从一功德里面感应到 有的人在观这个法的时候 会观得很具体 然后在中间说因为观得很具体 因为内在有本钱啊 有东西啊 有东西说他在观的东西都会很具体 而且他会重 包括我们在观想的时候 你的观想是不是要重条件 比如说你要画画是不是要有色彩 有笔有水要很多东西 一定要得到 因为你要做观想的时候 也不能空无内涵观得出来 有的人有形象功德 但没有内在的法功德 所以形象虽想得出来 因为他常观 但没有法功德 所以他看到庄严形象 不能产生灰衣内涵 只能形象欢喜 他不能在法上得所有 那有人既有形象 有其他内涵在庄严他的时候 他产生会有一种具体 那在自己隐身的形象的时候 竟然能生欢喜 不但能从自己所观想的像当中 竟然能净化自己的心 会不会 会啊 当我们在观火的时候 那一份悲心 那一份影像 那一个重功德 自己成就了这份具体的观想的时候 也感受这一份功德 对你的色受盛行 就这样说 你有砖 有砂 有钢 都有 但你缺少蓝图 缺少人间盖 好 你现在把它 用你的发心把它组构起来的时候 竟然个别个别不堪受用 成为房子 现在一组合之后 就是坚固的房子 其实有些材料你少就有了 但是加上的你那种清净心心 足够它 用你的观想力 用你对异佛法的 清净的这一份心 把这个足够起来的时候 竟然形成一个相互依称的一个 广大功德力 坚固的功德力 就像大方的不是吗 是 一样的道理 好 我们这个念佛 我们接着一个来 宣举章门 次序提示 终言清净功德成就者 既言观彼世间相 胜过三界道路 这个当然一个一个谈 当然我们之前 刚才上一节我们谈过 有些相我们也谈过 那有些是怎么样 有些在这里稍微比影不同 所以你们可以跟前面的配合的看 配合的看 这个道理 就算我们现在讲的详细也 只能是取其少分 引导大家观察 但不可能取代 不可能完全替大家观察的究竟 有些部分还是要自己去用心 那我们看 只云里人不思议 有凡夫人烦恼成就 亦得生彼净土 那当然前面有讲这个 世界上有很多的功德 但这里专举这一个部分 有凡夫烦恼成就亦得生彼净土 就是他还可以带业往生 三界细业毕竟不前 则是不断烦恼得涅槃分 没有得涅槃 得涅槃分一分 部分焉可思议 那这样讲的话 焉可思议 其实不可思议 我们要把他强失忆 免得大家就这样信心 信心自己内心里面 你太殊胜到我不相信 像最近新闻有一个 就是说 那做账啊 做得太漂亮 让这个税务的单位觉得有问题 做的那个根据啊 所有收据啊 做得太清楚 他说 哪有做到那么整齐 有问题 就一查真的查出来 理由在哪里 做得太整齐 做得太圆满 超乎想象的圆满 结果是做做ッter 好 当我们把功德强… 讲到最后 已經慢慢远离你的 信寿心的时候 变成败奖 所以我们要講到最后 你无法去理解 光只是要你相信 你那个心会慢慢越抽象化 而且会跟这个径慢慢离开 所以我们要 静如实殊胜 我要让你的理解心 能去碰到我想讲的劲 也就是说我要做个媒佛 把你的心跟着连结起来 这个心才能在这里产生欢喜心 所以这里讲不可思议 但还是有道理可说的 反无反老神就义得生净土 因为净土本来就很多种 我们想讲一分精进一分净土不是吗 即便在这里我们没有到净土 随我们的心精进 我们这个团体里面 大家都有一份共同的亲近心 这里就可以 你看你扫这一块地 我扫这一块地 你清这个就清出来了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大家都乐意付出 你亲近我亲近 就会比不少干净 那这个是外向 还可以内在啊 那是不是一分亲近就一分 一分心近一分国土近 那有没有彻底亲近 我们再怎么扫还无法黄金附地啊 我们要黄金附地就要去用钱买 就能这样我们也要化现成这个黄金附地 因为我们还有染污心 是不是 那你有染污心也不绑我不混亲近 是不是 所以他不是说要买全污够要买全亲近 其实净分有净分 所以这才符合世间的种种差别下 所以说凡污虽烦恼才可以成就进度 我们比较稀奇的就是说 进度这般殊胜这样的烦恼怎么可以达到 怎么可以达到 你讲说我们还是一个源起的道理 你五逆十恶的人啊 怎么可以往生进度 一句话 我的自信信药一心归命 让五逆十恶的果报圆缺无声 除了书正还是不理该过 所以你必须有足够的信心 你看到下笔上下笔也谈自信信药 所以这一份自信信药让你的什么 极重的罪啊 合不来 就我们前面讲的 你有99% 缺一就是缺一 缺一就不叫全部 对不对 电视也有 电源也有 就是不开了 怎么样 电视还没影响啊 都有咯 钱也小了 什么都有 就是不要开 那倒还是没用啊 这个小孩子像我们买电视啊 我们都可以啊 那怎么样怎么样 讲讲啊 我们拿着你用钱来买电视 以后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都买到了 小孩子说那我们看啊 不行 就差妈妈的那只手指不开关 小孩子就电视是有 就看电视机 因为还有最后一关头 所以说这个父母很清楚 就是留那一手 百分之九十九多机子 就那一个不让你开 要怎么开 功课做完 对不对 虽然都是你的零用钱买的 不开就是不开 你就算有集中业 要是我自心一心向着进土 那个缘成不来 所以这就是他这个进土的庙祖 但庙祖也设定出条件 是你要足够的信愿力 所以我们现在 不会就一直在培养你对这个进土的信愿力 这个信愿力要具足 我们叫这个信愿行 其实这个行 我们现在都讲说要实修啊 对不对 其实一开始信愿都缺了 你对有信愿 但你的信愿不真的说行其实已经没力了 所以最重要是那个信愿 那个信愿其实就是行了 因为那个信愿本质就是行的精神 精神力道在里头 有信有愿自心信药其实行就在里头 对不对 就是你看经典讲啦 就是只要自心信药就能去啊 所以你看信愿其实在这里占了很大的环境的地方 那信愿的建立在于之间 好这里面讲说毕竟不迁 则是不断繁荣 当然是繁荣没断 若繁荣多断竟也会有活啊 所以没错 但我们现在讲说因为自心信药会让怎么样 让繁荣成为不现行 好我们也不是说要达到很高 但至少怎么样 眼前障碍你往生的这些因缘啊 不能很强的 就是说我们眼前是没有去除 完全将三界的挂碍去除 但这种维系烦恼 这个往生净土没有把条件定得很高 至少你这个粗烦恼不现前 因为这时候你是信药性 所以如果你完全不考虑这些 因为你这个 它没有要求你要真正超越三界 由智力断三界的烦恼 但它也必须要由你对法的信药性的时候 现前不在初步的这个初的感触性 应该要降虎 好 它虽然不能解脱 但也不能成为障碍啊 就是说我们现前的条件虽然不让你解脱 但你的烦恼 它是允许有的烦恼 但也不是烦恼到你根本是对世间生极大爱着 却想要求生进入 你的信心不纯 大无边基督 好 此云而不实意 彼国人天若亦宇宇宫殿楼阁 若广亦有寻 若百有寻 若千有寻 千千万千随心守城 那人各如此 又十方世界众生 愿广生者 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 一时一日之情 算数所不能知其多少 就是说愿广生的一天能到的无量五云 那我们能不能去 可以 都可以去 但问题是 就像那个圣大圣论不讲要我们做哪些观察 观察说一念情当中 十方无量众生 十方世界有众生无量当下生活 既有十方众生可以成我 为何我不可以 同样的 经典讲说 其实往生进入不难 你也可以去 所以你要生信心 但你如何产生这样 所以就是说你只要有信心 加上你具足这个因缘 你就可以往生 你不要把这个往生看得非常难 那看得很难 他讲说你呐在一日一时当中就有无量众生往生进入 表示往生其实是并不是那么难那么难可以去 当然我们也强调虽然很多人可以去 但你要知道很多很多人没去 所以这个就是条件要去除 也不是那么难 所以他至少要讲说有这样的一个道理 而彼世界常若虚空 无破者相 就是无其破 彼中众生 读如此量中 自愿广大 亦如虚空 无有限量 我们之前在讲量功德的时候 我就有谈到一个就是我们应该 这个量功德广大量跟我们心的神祸 我们心的狭隘 心狭隘的不动一起感应的广大量 所以这样的一个果上 果上的无量世间啊 那种量不紧祸的那个量啊 都是来自于你本身具有打破这种狭隘的 对立性的这种功德力才感应出来 所以我才会讲说修寿量心 经常圆广大众生发愿 无所区别 要可爱众生不可爱众生 你我他这个所有有条件的现实 以无条件的就像我们修无相一样 虽然你看我们言众生发心 有没有众生相 没关系 你言众生相 但你在言众生相起直辟的信仰 虽然有揽着 但不断告诉你不要分别众生的你我他 这时候修寗有告诉你 就这样的修法 虽隐藏的分别 却也带着无相的内涵 而这个无相的内涵 没有区域的没有间隔的心 就跟无量相隐 所以你看我们应该发广大心就像你看我们前面有讲说如何回向 对不对 这个回向都是回向什么 一切众生 有没有说回到哪个地方只有我要度哪些人 你看整个量上整个观察都具有无量无限的一切的这种观念 这就是你的量功德 这就是隐藏的这种量功德 其实这不会说你这个有狭隘之心 有区别的对立之心的会感到无量功德 所以他这里讲量功德除了它的包容性之外乃至到这边会让自愿广大 因为从这个第一个过去自己因所感无量 处无量世间也没有彼此对立 像我们如果这个东西有限我们就容易计较 像我们在这里啊 处在我们这个山上啊 绝对有一个大家不会争的就是石头要多要少 因为这个石头山就是石头特别少 你要别的会计较 这个石头大家不会计较整座山大颗小颗 都很多 量很多嘛 对不对 我们什么都不缺 有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杂草 人家杂草你随便看 像这个如果这个杂草是好草的话那就好 不过我简单来讲 当它量有无量的时候 众生的心也方大宽容 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间想不计较都困难 为什么 有限 因地有限果报有限就隐身更多的对立的技巧 但在那里就这种因缘就没了 好 亦如虚空无有限量 以国土量能成就众生新型量 国土量成就众生新型量 那众生新型量成就国土量是不是这样对了 就是以众因言 就像我们在讲禅定一样 我们喝无欲 去无盖 成就禅定 我们的禅定帮助我们喝无欲 去无盖 因为无欲 无盖就是欲界相 也是这样 我们平常调整以帮助禅定 借着禅定来调整无欲 无欲 无盖 你看我们这样的心感应这样的国土 有这样的国土更感应我们广大的心 就是这样 所以何可施量啊 所以你看啊 有的人啊 你那夜计较 你的时间夜瞎破 那你看我们有的人啊 因为过去造恶业 今生感应贫穷 因为贫穷更加造业 因家造业才更加贫穷 所以这过程当中 如果你不有一天突破那一份战路心啊 你的贫穷是一直滚下去 你必须要断然的知道 但因为这个业力太强了 因为贫穷是不足 不足就会贪 贪就会躲 额业也一直滚 那唯有哪些 你灵验贫穷也不贪也不躲 这时候就吐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人就只有善事是才能 让你从困境里面调出来 所以这是比国谷量能成就众生心形量 何可思议啊 庄严信工的成就者 既言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 此云而不思议 我们前面在讲这个庄严信工的就是本身净土 现在在讲七十千嘛 本身这个净土所成就的本职是吗 这庄严是清静的 所以你去的话你就要跟他的子相应 你不可能带着一个染污心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就算你的罪业很重 但现前感应心必是跟净土相应的心 不求你当下全然净土的完全清静 但必须有净土一分清 这时候你一定 你看喔 你可能在临终的时候 能自信心要求生净土 这个自信心要生气的条件有哪些 他要不是很清楚净土的价值 由我这里生出了这种清静的抉择 这时候这种自信心要是难生的 所以这一个一心的一个决定 就是感应这样的罪报 所以你看 从你一心求生净土的那个本职啊 就是跟净土的指相应 所以越是清静越感应成就 是不是 好 所以他像这个说 他用这个虫来比喻啊 他界外来成像 那我们的身在哪里 我们的身也是飘忽不定的 但你可以随二言 你就是这一个环绕身 如果你对这个身 随清静的时候就清静身 那因为净土本身是清静 所以到这里的身是清静 好 那前面在讲这个信公德的时候 比较强调的是 这个以独来成就了这个广大净土的成就 但在这里面我们要强调说 众生到那里的时候 连本身是假 也是啥 就能成就出世善根 前面我们在记送的讲一下出世善根是什么 活的悲愿成就的这个净土 是来自于他的大慈大悲 他的清静善根成就这个广大净土 前记送的是要偏向活土的信公德 那这里衍生就是 当众生去那边 以这个信公德相应的时候 自己也成就怎么样 而生彼正道事皆即已成就出世善根 入正定局 这时候其实你是不是有染路性 你还有 但这个染路性变成怎么样 一法升起诸法退战 就像余杰师弟们讲说 临终的时候一念生起 有自义或有他义一念生起 诸念消失 那这个消失是变成种子而已 隐藏起来 那同样的当我们以这个信 因为诸善缘 让你难得微小的善缘 竟然你有一百个 一百个当中有九十九个恶缘 那义缘 我们让九十九个缘缺不生 就让那个义缘由众善罚 让他独生善罚 是不是 虽然你的善根微弱 但毕竟有此善根 有此善根加上众缘成就 独贤之善根 独贤之善根 所以为什么在净土里面有这样的功德 因为他其他的助缘 让你恶法难生 独生善罚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这个一如比重挥生而生 焉可食也 庄严形象功德成就者 既言静光明满足 如静日月轮廓 指云而不失意 否忍入得端正 我心影响也 亦一得生彼 无称忍之书 仁天色相 平等妙诀 盖静光之力也 彼光灰心形 而为心形之事 焉可食意 因为他这里要描述说 那个光 静光明满足 如静日月轮 还要强调说 忍入得端正 那为什么端正是 我心在影响 我心忍入 所以我能得 我心忍入所以可以得端正 那你生到那边的时候 没什么好忍啊 那必无称跟人之差别 所以变成一切一切殊胜 简妙诀 盖静光之力啊 这个清静光很殊胜 一切静很殊胜 那这个静很殊胜 此光啊 虽灰心形 但可以隐心形 就是这个静光明满足啊 这个清静庄严形象 就是光啊 这个光清静圆满 所以一切都产生殊胜的相 那以这个静光之力啊 比光灰心 灰心形 但却能产生心形 由这个感应心形 而得静光明 就是庄严 换句话就是说 当我处在这个祥和的时间 清静光明的时候 我内心是祥和的 我以内心祥和故 也感应这个清静的 清静苏妙的断正 好 就像有的人啊 虽然很生气啊 那个面目可正啊 但 他这个你欠他十万块 他就很气冲冲的来 结果一来的时候 你跟他讲一百万给你 就好 嗯 他还讲说 下次你还不要借十万啊 嗯 借他十万 我们就跟他借十万一年没还 他已经开始拿 拿囵拿刀要来赚你赚帐 结果你还那一百万 他还会说 下次下次那时候借啊 嗯 那他赚到很多 所以你看本来是很撑 结果一不撑你看本来那个面貌 红红的要吞人药啊 现在好相合 马上相合 为什么 这个近光明光是美光明啊 我们就用千光 千光一照 那个成心就不见了 这种世俗光 因为要光啊 因为没有灯啊 看不到钱 所以他一看 还好心就没有 那你看这世俗的光都有降无作用 那叫做清静光的话 让你想心就起不来 一起不来 清静一息 柔软相 相就显出 那不是很像吗 所以以世皆以极乐净土的那本清静光明 让你这个心自然相 那从这里来 近光明满足 如今日月稳固啊 当然前面解释还有啊 我们可以参考前面的啊 因为如果再讲的话 变成会很慢冗长 中言总统世功的成就者祭言 被诸珍宝信 聚足妙庄言故 只云何不识意 必种种事 如一宝 十宝 百千种宝 随情称义 无谷俱足 若亦令吾 树烟化莫 心得之在 有欲神通啊 安可施利啊 就是说来者来去者去 随你取要 这里面像我们来讲啊 东西给你 给你到什么 很难耶 你说要我就给你 给到多少你也没讲 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煮饭煮多煮少很难煮 因为昨天煮 你就吃不够 所以我今天煮够 你又刚好不吃 那不吃的时候煮饭的人会火气大 全部吃完 好吃也变成负担 如果我们想说 我该吃多少就吃多少 剩的就不见 那就不用打 整理剩菜 我们现在光处理剩菜会不会苦恼 会啊 就这样就要饱太多了 若亦无耳 树烟化莫 我们讲若亦无耳 棉化莫 还是把它吞下去吧 因为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宝 这个宝不会 谁要用而现 变成还要守护它 结果为了少数 因为偶然的 偶而应用它 守护的苦反而大过你享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宝 既有染目性 有漏性 这个宝带来给我们的少 偶而的应用 但也带来很多的困惑 是不是 就像我们的电脑不是这样吗 现在电脑 你不要电脑 它电脑一直改 既然厂商很厉害 它给你便宜便宜的 像我们的印表机都很便宜 但是墨资很贵啊 但为了这一个小印表机 就不断要买它的墨资 你要绑住了 所以它可以便宜的让你用它 然后后头这个就一直进来 是不是 那我们电脑不用不停 用了以后就跟着它 一个更新软体 更新软体 更新软体 坏了要跟它处理 结果方便也方便 苦恼也够苦恼啊 是不是 要啊 你看啊 光我们的视讯是不是方便 方便啊 要处理可辛苦了喔 有电没电 平安够不够 哎呀 这个可是苦恼事啊 但我知道一时因缘又一时因缘啊 成就了 但我们俩讲说 有些东西要掌握它的分极 它可用可用 如果它无限制的一直依赖它 过时就生了 过时就生了 但在净土没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里面种种的怨求 都夹杂了好多的问题夹在里面 所以既得利益也有固单在这里面 这就是我们世间里面 诸多不能圆满的地方 因为这个怨求里面就有杂然了 所以这份德跟这份诗 经常是互相比赢啊 好 那净土没有 那随我们随时所做仲善 那一一宝当中可以 再来就能在县种种的宝 所以每个人随他过去所成就出善 能有种种宝随便显现 这都是从以善法清净而得成就的 好 那这一节先到此